谁要是否定明阳的班子是办不到的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说说清楚了 明阳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吗 钟书记是打不垮的 对 明阳扎钢厂的汇报工作会议上 高长河请来了审报的记者 目的在于将问题弄尽 再加上时任明阳纪委书记孙亚东弄了一份材料 到处上告扎钢厂的贪腐问题 终于惹怒了已经退居二线的前任市委书记钟超林 大会上发言要注意形象 要照顾影响 更不能直接开炮 我们来看钟书记的免礼藏针 同志们 我们明阳在过去的十年里 在改革的道路上 虽然走到了全省的最前列 但是我们的的确确有很多的问题 不足明阳上就是 领导的发言重点在于但是以后 但中超林的这句转折可绝非这个意思 先强调明阳走在了全省最前列的骄傲成绩 用来堵住别人的嘴 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成绩就能反驳一切质疑的声音 但是以后的转折就是谦虚谨慎 就能最大程度堵住可能出现的不同声音 堵住了别人的嘴才能拥有继续说下去的机会 也就是说中超林铺垫好以后还会有但是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孤立的来看问题 我们就会发现同样的问题 在全国范围内也很多很多 所以我认为 我们没有必要 抓住一些历史的问题不放 更没有必要 迫不及待的 请来什么记者 真正的目的出现了 抓住历史问题不放 是针对的纪委书记孙亚东 请来什么记者 则是针对的市委书记高长和 中超林认为 孙亚东想要否定名阳班子的成绩 想要揭开名阳班子的黑舞 而高长和就是孙亚东的支持后台 想要借助省报记者的力量 完成主政名阳的权威地位和形象搭建 总之中超林感觉到了 高长和和孙亚东的联合进攻 他必须急于反击了 只是一挑二不容易 那就盯住一个实力较弱的对手猛攻 所以中超林决定 暂时忽略高长和的记者问题 专门盯住了孙亚东的那份举报材料 我们还嫌不够乱吗 而且有的人 不负责任的 完全没有什么根据 危言耸听 捅出一份材料 到处捅 什么意思呢 捅到省力 捅到中央 我看 要图痛快 干脆把我和文市长 送中纪委收审算了 钟书记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应该清楚 高书记 我相信这件事 与你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 请求你 给予澄清 我在明阳 在人大 等你们消息 我先走一步了 其实不管级别多高 也不管职务多么显赫 只要是相互攻击 就万变不离其宗 甚至和小孩子吵架都差不多 原则只有一个 增强起方力量 削弱对方势力 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伤害 钟超林挑明了话题 明确进攻孙亚东 会逼着孙亚东 跳出来理论 可钟超林轻轻带过 转身就冲着高长河 表达自己的信任和支持 这就叫打一个拉一个 如此这般 不仅能够削弱反击的进攻性 还能尽可能地 挑拨对方阵营的合作关系 更关键的是 钟超林的这波进攻以后 马上转身离开 不容别人再有任何的 反击机会和辩解机会 这就等于单方面宣布了 对决的胜地 徒留对方留在会场 有话说不出 有劲使不出 更何况 钟超林一开始将调子起得很高 将孙亚东和高长河的进攻对象 说成是整个明阳的领导班子 钟超林走了 但态度留下了 进攻的理由留下了 会场上顿时乱满 谁要是否定明阳的班子 是办不到的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说说清楚了 明阳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吗 钟书记是打不夸的 对 面对这种集体进攻 最有效的反击方式是什么 看清楚进攻的人到底是谁 处理群体事件 抓住领头的人猛攻 就能有效遏止进攻锋芒 但在会场上 在这种关了灯 看不清枪口的情况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 开了灯就能看见脸 看见脸就能分辨进攻对象 到底是市委书记和纪委书记的强大压迫 阳光下面谁也不敢造次 于是会场安静了 钟超林要求高长河给个交代 高长河该怎么办 牺牲孙亚东还是维护钟超林 所谓两害相权取习清 这个问题想都不用想 自己尚未站稳脚跟 如何维护其他同志 只能暂时隐忍赢得时间 态度明确立场鲜明 明阳的成绩不容置疑 明阳前任领导班子的成绩 更是不容置疑 钟超林想要的态度有了 但关于钟超林对省报记者 出席问题的不满 高长河还需要再解释一下 今天让记者列席我们的会议 是我的主意 因为何厂长跟我说 说我们这位省报的记者 在明阳场不走 说要搞清问题 我说搞清问题是好事吗 就怕这问题搞不清楚 所以呢 我就通知田秘书长 让这个记者列席我们的会 如果因为他的列席出现什么问题 我负责 注意高长河给出的理由解释 搞清问题 搞清问题 一个没有主观感情色彩的原因 你根本就找不到理由反驳 更何况谁都承认 明阳寨场存在问题 我想搞清问题有错吗 最最重要的是 明阳一把手表示 对这件事情负责 不需要任何人承担后果 你还有啥话要说 你还有啥话能说 行了 钟超龄的不满解决了 你放心 高长河的这个态度 不会等到会后 立马就能传到钟超龄的耳朵里 稳定了会场情绪 文市长继续发言 我继续说 当时什么考察呀 出国呀 这些好事 大家都争着上 出了问题呢 要负责任了 找不找主了 王副司长牺牲了 一致没人继承啊 一片烂摊子甩在明阳 我怎么办 这烂摊子甩在明阳 不是甩在北京甩在省城啊 况且 当年我不知道 会出现这种局面 有说过大话 我只能硬着头皮上 我忍气吞声的 收拾这片烂摊子 为国家部委 省理预算 和及时拨款 一次次的 给省理 给上级说好话 磕头作意 小李记者 你是不知道 那个时候 一个科长 处长都能教训 我这个市长啊 正所谓 县官不如县管 很多时候 头上的帽子 并非越大越好 但无论什么时候 手中掌握的实权 绝对是越大越好 文春明在干嘛 孙亚东不是质疑 明察厂多达 一百六七十万的 公关费用吗 不是以此为突破口 想要揭开 明察厂的黑幕吗 文春明就是要告诉孙亚东 官场就是江湖 江湖就是人情事故 人情事故 就需要真金白银的支撑 官场的规矩是什么 就是县官不如县管 就是一个市长 如果有求于人 也得向那些主管的科长 处长 磕头作意 去一次 就得花一次钱吧 替那些有权管 我们的部门搞福利 请那些科长 处长一次次的喝酒 就这样 十年 花去了 一百六十七万三千度 现在一算 数目惊人哪 可分开算 那时还不够啊 什么叫现实 堂堂市长求人办事 也必须严格遵守 江湖规矩 大搞请客送礼 这一套才能行 这就是现实 凭信而论 这笔费用加起来 确实惊人 但文市长所言 分开算不够 更是实情 这种问题怎么查 这种问题算不算错 说不清道不明 懂得自然懂 不懂得你就是解释出花来 也没用 不干事当然不许如此 可你如果真不干事 还会不会有别的麻烦 超林同志一再跟我讲 春明啊 咱们就忍辱负重吧 死活都要把明炸厂搞上去 落个问心无愧就行了 那年初 我们好不容易把炸钢厂建成了 市场机遇又失去了 刚才市场全面萧条 钢铁 整个行业 普遍亏损 这十二个亿 事办了 礼送了 客请了 钱花了 明炸厂到底建成了 可市场没给明炸厂表现成绩的机会 于是明炸厂前前后后投资的十二亿 就这样白白浪费 谁错了 文市长错了 尊赵指示 大力推荐明炸厂的建设 何错之有 孙亚东错了 履行一个纪委书记该有的责任而已 何错之有 错的是那些所谓的主管科长处长们 错的是那该死的江湖规矩 社会糟粕 错的是千百年来没钱不办事 有钱好办事的强盗逻辑 我相信文市长的眼泪 这是一个实干家才会有的感触和体会 等到有一天站着能挣钱 该有多好啊 咱们来说 尊赵指示 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